各位跟著堂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吳宗成 我今天跟各位講一個 現代人的加油站跟充電器 我們因為讀書的時候 從小學中學到高中到大學 大部分的學生都是在應付考試 所以在背書或怎麼樣 有的人因此對書產生厭倦 但是實際上如果你對書有興趣 對文章有興趣 你也沒有太多時間 如果讀大學的話沒有時間 所有的東西都不是應該在課堂裡面學到的 也在學校裡面學到 應該是在你在自我進修 所謂自我進修的方式管到很多 參加什麼短期的 什麼班什麼的都可以 但另外有一種可以持續來充電的就是 今天跟各位介紹的就是口袋書 我曾經講過說 我讀那個墨子咸姑這本書的時候 跨劇是27年 剛開始買那本書之後 我就看了一下 結果沒有感應 就是我想要的東西不在上面 實際上它在上面 而沒有人導引 所以我就錯過了 錯過之後我就放著了 因為我買的書很多 所以等到後來我再看了很多其他的著作之後 跟這個墨子有關的 比如說梁啟超晚年的時候還寫過一本墨子的全集了 但是那個很少人講墨子的時候會提到 就是因為內容不夠精彩 那是他個人的立論 但他認為說中國要發揚墨子精神 那他已經講過了 他清朝末年的人 這是題外話 後來我再看了那麼多人高推墨精啊 什麼墨變 我就想說 既然是邏輯嘛 我就有興趣 我再從頭再來看 從第一個字看到最後一個字 我才發現到 哎呀這個墨子鹹苦 孫怡讓的墨子鹹苦真是一個瑰寶 而那本是我秀過 就是一本口袋書 是台灣的商務印書館印的 那實際上這個出這個 那個口袋書的那個 大部分是小說 那很少是有真正的經典 那我也曾經介紹過知識通見的時候 也介紹過那個 中國時報系列的那個 口袋書 像這個就是這樣 它就這麼大小 所謂口袋書就是 你可以放在包包裡面 或者是口袋裡面 或者是你要旅行或長途 或者在等人的時候 零閃時間可以把它看完 我看墨子鹹苦就是這樣看的 那季孝新書 很多的古典我都是這樣看的 它都是口袋書 當然那個商務印書館 那個是口袋書很久了 那個幾十年的歷史 它很長 但是比較薄 像這個是小而有點厚 大部分就是這個厚度 實際上這個 你要介紹這麼多人 這麼多文章 比如說知識通見吧 知識通見的原本就有兩大冊 非常之巨大 那但是那個還有我看知識通見的那個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點開來 我如何讀知識通見 讀完 凡是還有史記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都是原點都很大 那你要如何濃縮成一本書 就看那個作者 就編者 那個作者他要參加他自己的意見 因為他解釋這個 這些古文的時候 他用他自己 掺紮了他自己的意見 書評嘛 評書嘛 就是這樣 因此你在讀這個書的時候 你就要注意了 比如說這個系列裡面 講那個知識通見的裡面 他有一些 還有一些那個作者 還有一些小錯誤 我在講知識通見上有講過 所以你不能盡興書不如無書 你看這些東西 參考reference only 因為你的原點 你可以放在書架上很大一本 但是呢 你沒有時間下去讀 你大部分讀書的時間 都是零碎時間 零散時間 零散時間 這些零散時間 你巨翼成球 這個擊殺成塔 就是這樣 你一點一點的讀 讀完以後插一個標籤在上面 然後你下次再從那邊再繼續讀 中 就像那個烏龜兔賽跑一樣 烏龜一直在走 那就跟蟬 在吃商業一樣 最後你通通吃完了 通通吃完之後 你還會有 你這種書買來之後 不用客氣 直接做梅柱 你認為哪裏 怎麼樣 精彩之處 或者是哪裏 你認為不妥之處 直接在上面做梅柱 因為書本來就是你私人擁有的嘛 書不在藏而在用 所以無中成用書 我也已經講過很多次 那今天跟各位分享 就是說 現代人 通常我看到我的孩子 我都很好奇說 你包包裡面有沒有一本書 如果他有一本書的話 我就說你最近最近在看什麼 拿起來看看 還不錯 就跟他聊一聊那個內容 從那個內容切入 因為他畢竟他看過的東西 可能這些東西 古典這些可能比我少很多 而現在我發現 現在年輕人 很少有興趣去讀這個東西 少數的一些年紀大的人說 哎呀我年紀輕的時候 讀書讀太少 而且周邊沒有善知識 父母都是文盲 而且兵馬空種 在軍中服務 現在老年了 希望能夠讀點書 但是我也沒有辦法 有固定時間 每天跑去大學去旁聽 怎麼辦呢 那網路上也沒有這樣子 很好的節目 或者是很精簡的節目 那就請看我吧 請看我的這個 跟獨棠 飛行山 無中城冒險學校的 這些平台吧 我就跟各位分享到這裡 因為我常常手不釋見 就是常常在翻閱這些東西 那因為你可以多投 因為所有的那些文章 你很多都看過 只是你看過那個文章之後 你看看人家如何批評那個文章 那你贊不贊同 因為你有你的主見 這就是讀書的好處 站在別人的肩頭 瞭望一切 以上跟各位分享口袋書 就是你的充電站加油站 謝謝